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命的都看不起你 那时候穷 想去算命 算命的看了我一眼就收摊了 你别说 他看得还挺准 我交朋友不在乎他穷不穷 反正都没我穷 你这么说 感觉你还挺骄傲 穷了好多年 终于到夏天了 抓到一只小墙 可以开婚了 再不记也要注意卫生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领导是真口门 第一次发工资 我用手指沾了点口水准备数钱 签数完了 口水没干 就那么几张 你数啥数 我喜欢晚睡 因为这样白天就可以不用吃饭了 不吃饭可不行 实在没钱你可以去蹭饭呀 我原来有很多朋友 后来没钱找他们蹭饭 蹭着蹭着就没朋友了 看来寸饭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 以上就是本期最求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怎么后悔 牛亲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 我表示对你们这个话题插不上嘴呢 而且我觉得呀 日子虽然在一天天的变好 女性的核心诉求仍然没变 我问我奶奶说 以前没钱的日子咋过呀 她说还能咋过呀 每天就寻思着 下段还能吃点啥呗 我现在每天最大的烦恼也是这个呀 到底是吃水煮鱼片 还是公饱鸡丁 还是麻辣烫呢 下一顿吃啥 这是一个跨越了三代人的人生难题呀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了 那下面这位大哥玩水 咋玩得这么厉害